所以這個時候 也讓4隊的教練 重新去了解一下 他的壓制能力 這個球一個彈跳之後 游擊手這回接到之後 起身傳向一雷 這個球就接得漂亮 今年林翁玉 在剛看完他 兩好三壞之後的打擊率 今年確實是特別低 加上這個打輸幾乎是三十之一 這個球打得其實還蠻結實的 這個球 游擊黃恩士的表現 非常有進程 這個球好像也稍微打到 比較接近棒子頭那個位置 起身發覺傳二壘沒有機會了 所以趕緊的往一壘傳 江林鴻玉可以刺上 原先在一壘上的林志勝上二壘